吉安湘110年度第一次防治登革热环境消毒工作 8日一大早在仁和村开跑 后续会在18个村来渐进执行 香港游淑珍特别前往现场实地关心作业情形 而吉安在地企业洪盛建设机械有限公司 也无偿借用新式的多功能作业车 协助相公所清洁队共同来进行环境的消毒工作 不管是在街道上喷洒消毒水剂 还是透过热烟雾机在沟渠内部彻底消毒 吉安湘公所从8号开始将会双管齐下 在乡内18个村检禁执行 110年度第一次防治登革热环境消毒工作 预防登革热亲近家园 我们从仁和村开始 3月8号一直到4月28号 为期接近两个月的时间 要来进行吉安湘 18村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烟雾喷洒 以及我们环境消毒的工作 我们也希望我们所有的乡亲一起携手 来做好洁净家园 甚至于对于我们门口周边房子里面的这些盆水 都能够做到寻到冲刷的工作 来做好预防登革热的工作 也谢谢我们吉安的企业铁红盛公司 为我们开启最先进的机具 跟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在同时如果在喷洒期间寓雨 我们会在4月28号之后 再来进行补强的一个环境捷径 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执行 在我们执行期间 也希望我们的乡亲关闭门窗 做好自己宠物维护的工作 吉安的在地企业洪盛建设机械有限公司 这次更是无偿借用新式的多功能作业车 协助乡公所清洁队共同进行环境消毒工作 他的这个是我们针对消毒防疫的专车 然后他有200种配件 可以给各乡镇 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家园这样子 吉安乡从8号起全面展开大消毒 乡长游淑珍也呼吁民众要彻底落实 寻到清刷的口诀 清除积水容器做好分类 误在积水养蚊 才能有效防治病没蚊之声 预防登革热疫情 共创吉安移居健康的好环境 防治登革热 健康吉安 赞 记者许立琴 吉安相报导